字幕提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早晨 欢迎来到2月22日的Financial Market 先看亚洲新闻 国内方面早前对外资投资国内券商开放了一些规定 现在考虑下一步是保险公司 对外资持股开放 以前限定最多是50% 现在考虑有机会外资全资拥有国内的收入公司 以前是50%或以下 对国内保险公司刺激作用 这算不算人民币国际化或中国金融开放第二步 入入SDR 今年开始由金融领域 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喜讯 无论是对国内甚至外国的公司 虽然我想请教你 我们一直都看到AIA在国内有 其实他算是外资还是外资? 其实他应该是国内还有个partner 虽然我叫他brand 当然 你记得外滩有那家 所以你觉得AIA是相当有名 尤其是这十多年 那家开放到二十年后 尤其是股市开始暢黄 其实国内的金融和保险膨胀幅度比较大 这是很重要 国内既然开始慢慢逐步上到金融领域 其实你发现很多由于中国的规模大 而令他们的保险公司大 所以很多人都说 国内保险始终不算是很成熟的国家 所以他们一直都说增长率比较多 其实很多国家的大保险公司都流口水 当然了 十亿人口 还要现在中产也有 每人买份保险都挺好做的 其实国内人对于保险的热冲是很大 例如某间公司在我们楼下 可能有很多不同的便利 之前有说万能险 险资又会怎样投资 全部都成为很多投资者追捧的东西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究竟未来会不会带来一波 例如国内的股市或保险 可能保险股也会炒出 有些已经升了 另外黑色系 定期都被炒下 这期仗势都挺强劲 铁矿石升了4.5% 纽纹钢升了3% 刷了三年的新高 这件事我又想说 始终2017年 亦是年头 刚刚过了農曆年 其实大家会看到 自从国内开始 又是刺激内需 虽然有个去产能 去库存 好像收到成效 再加上美国总统又有大力投资 未来会有新投资 似乎今年所理解的大宗商品 包括国内的特色商品 都似乎是一个 虽然升了很多人的感觉 但可能还有一个 持续性向好的机会 大家可以留意多些 国内比其他商品 比较特色点 热炒比较多些 如果我们可以参与 大家可以留意多些 所以三军未凍粮草先行 这些东西一定要吃 国内很喜欢这些东西 多些投资机会 另外养老金方面 国内养老金之前 已经出了个方案 可以投资股市 现在开始进一步落实 如北京、上海等七省市 准备的养老金 这个委托投资 似乎会订首批签约的省份 到落实这个阶段 准备这个 真的放进去 过春节后大家会发现 国内很多监管或未来的操作细质 似乎陆续出台 例如上市公司、集资、保险业 所谓股东的权益的申报 甚至出售 你发现过去两个星期 就不断有这些 包括养老金 其实国内在这部分 真是新丁 因为发规未能跟得到 而养老金这部分 很多人会很关注 大家会知道 无论是美国甚至香港 当你有了退休金入市之后 这是一个长期与定期性的投资 应该对每一种投资产品 或认可合格的买入对象 其实都是一个长期支持作用 加上国内始终这部分 会发现人均收入 人工所谓是不断增加 而且增加仍然是相当快 所以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发规完善尾 最近消息也说到 上星期公布21家 即是认为合资格的基金 或者公司这些股份 即是合规格的养老金的投资标地 或者可以叫代理 其实这部分大家可以留意多些 究竟何时才会受益到股市 正式真是 那些银蛋何时真的扔下去卖 但已越走越近这一步 看回美国消息方面 一说到美国很难不再说特朗普 移民之前的行政命令 发现方面拖后了 让他们不走 现在出了新的招数 美国国安全部宣布 不再给予没有合法身份的居民的豁免 之前有些豁免可以暂时留警 现在就会加快驱逐流程 始终这件事咬着不放 特朗普已满月 大家看到已消退 民旗 而且发现他真的惹得太多 惹得太多 大家要留意 一个新版本 上诉法院已判出违迟 不让他继续执行 现在有新招 新的管理班纸 在外面透露相关 大家看细事 似乎是否有得 包括纽约 很多他们自己的城市是接受的 例如非法移民 有个亲友在 申请居留权 是容许这些事 会否又有冲突 大家会知道 之前提及过 可能不用警察 又用军队去捉 可以吗 这可能会引起另一波示威 不止示威 因为每天都有 问题是会否出现又一场司法斗争 现在特朗普行政命令是有总统特权 但问题是有违宪的事情 究竟有没有违宪 现在大家看到 他都有这个问题 大家要去看看 虽然消息是细事 一定要做 他认为是警员性下来 但是否真的难得通 大家要留意 留意事情的发展 另外一只消息 亦是关于特朗普政府 继续前 狂卖媒体发放假新闻 但这次他说 现在打算修改贸易赤字 这方面的经济数据计算方法 他跟新财长说 这个失业率是假的 作为总统亦欠慕古人 别介意 但到这一刻 究竟贸易数据是经济数据 还是政治数据 有些事不是说 你觉得错就改 你要给到经理据 大家知道 之前有提及 贸易数据想改 由经美国入口而转口 他不计转口便当入口 会导致很多国家 尤其是加拿大和墨西哥 会变成一个和美国有大赤字国家 因为入了他那些便不计出口 给加拿大 但如果我们用情理上去听 这确是不对的 但他这样改 是否说改就可以 我可以 这些事是否真的 当然 大家知道 还有假新闻 大家知道 特朗普一向都跟传媒开火 但大家记得 他今次有些捉招 之前自己开一次记者会 又搞到很多问题出来 所以导致记者会 所有媒体又出来骂他一段 又说他怎样不行 或者表达方法很不成熟 这些都是李总统应该有的 所谓传媒监管 这件事我毫毫今次帮传媒 但大家又要看 究竟特朗普是否需要让步 或继续咬下去 这不是一件好事 似乎跟传媒的关系 从总统来说都算很差 相当差 一面倒的所有跟他关系 问题是你不知道哪样的传媒 他喜欢 老实说 就算他比较亲共和党 你都发觉他们报告 有关他今次的通俄门 你都发觉别人都觉得你不适合 但他觉得不喜欢 没办法说 所以大家要注意 欧洲消息方面 刚刚欧元区公布了月份制造业 PMI初值 56亦创了六年来的新高 欧洲方面制造业有些回暖迹象 但怕今年来这么多动荡大选等等 这件事会否影响到来今的势头 会便会 大家会知道 始终数据应该要好化 因为大家都看到 两万分钟一段时间 现在的指标量 似乎来得迟些 到你好了 你又有其他事情会发生 美国那边又制造贸易的限制等等 会影响到出口 不止 大家知道 欧洲的民粹主义更加严重 所以大家要留意 可能有好数据之下 但政府不帮忙 问题更加多 或是会被其他坏消息 湮没了真正好的经济数据 接下来看事态发展会怎样 各股消息方面 刚刚汇峰公布了2016年财务报表 第四规度 亏损超过40亿美元 汇峰的股价要大跌6% 似乎这些大笨象 即是港人喜爱的大笨象 似乎这些业绩真是今年的麻烦 不止 大家应该知道 昨天公布后 的确令股价跌了很多 而且真的很差 回购也缩了 为何会这样 大家要知道 最近有新的金融银行股公布业绩 讲美国那边 好到你不信 现在全世界最大的两间 是美国的 金融海绍兜过圈 回来 他重复了 已经顶着 但汇峰似乎开始掉 大家要留意 是否他因为金融海绍 停了很多本来生金丹的业务 大家应该要注意 这些股票当然要问我们的专家 再详细和大家认识 大宗商品方便 国际油的油价升了 OPEC秘书长希望在适当时久 可以达成100%减产的执行率 预计有更多产油国章 加入减产协议 油价升至1.8% 是否完成了 刚刚一个月 今年年头开始 现在2月 大家之前听很多消息 OPEC的减产行动是一路达标 为何他会说他这样的 100%不是100% 他的达标应该不是100% 可能是90% 总之百分以上达标那种 大家要注意 最近有关油价 很多媒体会说到油草要减产 突然之间益了热岩气 这并有多了 这并开采 他是商业利益计的 大家记得 大家记得 大家两边争取时 低于40元便发现热岩气便不财 现在有什么价钱 大家知道 现在有得赚 所以大家想回 我们用商业利益角度去看 其实高于50元楼上 热岩气大有人做 而且他们一直控制成本最厉害 所以大家要留意 现在油价 能源市场有新的形势转变 大家密切留意一下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数据方面 今天有欧元区的一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和英国第四季国内生产总值初值 大家留意数据 明天同样时间和大家见面